我希望这个号不要动,他冻结很烦的 我这个号是新号行吧,新号新号 现在新号里面本来就很高 所以我第一把牌的就是全是翡翠了 我准备打安抚打到 我打到三月底 我就两个号换着打 实际上就这样 那个号被动我就打这个号,这个号被动我就打另一个号 就这样吧 打到三月底 打到什么分段就什么分段 三月底 打到四月份 到时候还是得约菜 约菜才有人看 韩服我就打到下个月底 今年断还是变菜,变菜就变菜 变菜有得怎么样呢 车子买了房子买了 老婆娶了,小孩生了 菜就菜嘛 懂什么呀 尽力打嘛 尽力打就行了 吃个上盒去 又不是十八十九岁 卧槽 一天打30个小时 24小时 都当爸爸了 尽力就好 我现在心态也不像以前 现在尽力就好 没办法 说实话我状态 就我自己身体的状态 我也跟魔杀 我现在就打游戏打不了太长时间了 这个我自己感受就这样 我以前我能打30个小时 就真的能三天不睡觉 我现在不满你说 我每天剥6个小时 我下班累得要死 我现在自己身体也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为了哪屏幕 我身体也蛮 身体也不好 蛮差的 是真吃不消啊 我记得我之前那什么 之前20岁的时候 我总听别人说 什么打不动 我在想怎么可能打不动 也就差几岁 是不是 我那时候 从一个月 每天睡4个小时 照样 高 就是那状态拉满那种 就是能这样子的保持 现在确实不行 我现在 自己的身体 我是太太太清楚了 就是 打不了 打不了长时间的游戏 这是没办法的 我每天 打6、7个小时必须得休息 不然我的状态就会很差 太直观了 肩胜挺细打不Q不然我把他带上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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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牌了一顶 卡牌了一顶 你能走吗 这恐怖好多能点过来啊兄弟 揍我揍我怎么救你啊 有心无力啊 可能先刷后面的呀 这人好喜欢发问,哎呀我看他们信号了 也没必要看 卡牌有机会吗 感觉可以哦,哎好吧 可以吗 枪管都撒进嘴里 推线推线 哎哟 留不住了,走的蛮快的很果断 贴脸了,很细 没办法 他这波我也没失误,伤害打完了 他也很细 很细 这个Q卡到最后一刻 很细 确实很细兄弟们 哎哟,没想法吧 一过去,这个哥们直接在我脸上 蛮的被剑胜贴脸了 确实是细兄弟 他这个 他也 一点失误,一点失误没有 我还卡了他一下视野在潮里面 他还少了一两刀 他们也少个大招 有个大的他打不够 够了 天生这么没大 漂亮,好接 我有破败了 应该死不了 死不了,我想W中 他250一个大招应该打不到250 抓破诺手 诺手上一波杀剑机应该把技能都交了 等我呀 等我呀,不要给人批圆了我兄弟 嘿嘿嘿 可以 合谢吧,这波健康有大了 再下 他射不到我 来,来,射,射死我 来,来,射,射死我 在我烟瘟大里面还可拿射 他也看不到我 同一类铁啊 对不对 健康去我下野区了 不知道能不能打,那时候好像过来了 得吃得吃,健康不在的 他名牌在我下野区里面 不要打 不然被他这个斩杀的 好好最近把平A的伤害 六层眼睛 还不错,六层眼睛 我觉得他会贪塔皮 这塔皮很难控制得住啊 过来 好 健康上,上去野怪马上刷新 可以直接去 我是凭感觉啊兄弟们 我也我也没计时器 我这感觉他野怪应该快刷新了 我觉得应该 10秒钟左右吧 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没野怪刷差点钱 你看看还真,你看看,看见没 哎 这就是,这真的就是直觉 我也没计时器,我从来不计野怪刷新时间 因为打国服习惯了有那个 计时嘛 打韩服这个真的就是凭感觉的 我就感觉他好像 10秒钟左右要刷出来了 收集的是3100块嘛 刚刚我不够钱啊 比如说我想刷个3100回家 不拖装备节奏 走,下来去 电刀卡牌 这剑衫也很肥啊 对不起 怎么做啊 没关系 这剑衫修 那么 你喜欢 放弃 就 你 我想要去 啥情况,洛怎么在我上面啊 卧槽,洛从我屁脖面窜出来 我差点被他们两个坑了 金刚射跑起来了,键射没大,没用的 金刚射没大有什么斩斗力啊 哪晓得 真的是吓死人啊 这什么反抄 输入法的吗 输入法的 输入法 诶 这波没打好,我应该要把他带下来的 应该把他带下来的 对,我开了兄弟,刚刚那个脚本出问题了 脚本出问题了,给我游戏弹出去了 我明天要在抖音上看到这个视频啊 浮亚某主播直播露出 直播露出 直播露出 可抓啊 赶宵呀 不加了 哦,出家吧 坏坏坏坏坏坏 这操作不了的,还行,他这边把两个人杀了 RW他还有操作的说法 这把我觉得是可以狂妄的 接剩来了,小心啊 还能拉出 漂亮,帅 哇,这操作 都有操作的呀 伤害,哇,这卡开,哇,哇,好闪 好姐再接个好闪 对面直播上 都这么有实力吗 兄弟们 机器怎么不杀龙瓦,当时他在感觉能追到的,QA一下我一个大招把他收掉 狼狼狼狗活下来 狼狼狼狗活下来 啊 人呢老弟 他人呢 直接大龙直接大龙 有点没看清啊 有点没看清啊 防网17点,优势出这个装备真的还不错的 优势这件装备还不错 90秒拿个助攻和扔头 不是很难 我觉得不是很难 大龙吧 大龙吧 大龙 技巧 大龙 2 4 2 4 3 5 5 在我炮男面前太大 看不起我伤害 这他们浪漫了 我这帮拿小龙 海妖破败的这些 能抓他不单单,他绝对还要再带的 这个线他一定会带 一定一定会带 回家推一波 回家先补个装备吧 买都买了,先买再说 看雕像,雕像刚买的,现在雕像才金色的 不高的,现在雕像层数不高 才多少层,才4层雕像 架子又4层雕像 龙王要来了,我觉得我能两枪 没暴击啊很可惜 还有人,靓仔要过来嘛 有靓仔来了 对嘛,这才是我过的伤害 这打的是一个,我一个全新的号啊 我那个大号被封了 又被动了 后天才能解 打的是我下韩服的另一个号 现在是新号 第一把,第一把就排了9个黑碎 最近打这个号 狗王有辣啊 完了 我他妈 你们怎么给它P这个满层悬路 我看这个悬路我是真的有点怕 搞个霸子穿胸 我看他这满多血路上来,我真的慌了 不过这个大招也拉不开,往后这个位置也拉不开 你被控到了,剑胜怎么死的,剑胜被我的狐臭弹一枪做掉了 这卡牌控的时间蛮长的 推推推 集合呀兄弟们,集合推他们呀 剑胜还想干,剑胜还想干剑胜也不过分了 那我直接中推了啊,落手剑胜在下龙王在上,这里就一个卡牌加一个那什么 你交贴了,龙王交贴了 然后呢 一枪把你打醒老弟 直接一枪把你打醒,在干啥呀,队伍还有想法 就算了,盼了 一枪把我打扮刀 就会让你放阶段 黄枝到小火 好好好 我们这边就像干啥 宝胜